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月8号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 不仅台湾及其附属猪岛 包括钓鱼岛猎雨 澎湖猎岛要回归中国 历史上寻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在意的时候 文章的日本引发反响 日本官方提出抗议 有媒体评论说 琉球在意成为中方打痛日本的一张牌 这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 题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 文章论证了日本卸战钓鱼岛绝非什么合同方式 而是近代殖民侵略的场路 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略的一环 文章最后表示 马关条约签订 新政府没有能力重提琉球 台湾以及附属猪岛 包括钓鱼岛猎鱼 龙虎猎岛 琉球就被日本夺走了 但是1941年 中国政府对日宣战 废除马关条约 随后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 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规定 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 依照这些规定 不仅台湾及其部署诸岛 包括钓鱼岛猎鱼 龙虎猎岛 要回归中国 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 也到了可以在意的时候 之所以提出所谓的在意 就是要还原 琉球历史的本来面目 是要让日本政府 清醒地认识到 在这个琉球问题上 中日之间 在历史上 这个属于一个历史悬案 那么在清清时期 琉球呢 琉球呢 都不属于日本 那么你日本 和谈和中国之间 有钓鱼岛问题的分歧 那么日本又凭什么 来主张 对钓鱼岛 拥有主权 我们只是要阐明 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那么事实是胜于行变的 只有尊重历史 才能有助于现在 妥善地处理 中日之间的这样一个纠纷 那这就是我们 撰写这篇文章的 这个初衷 人民日报文章 在日本掀起波澜 日本共同社 5月8号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 菅义伟 8号的警察会上 对中国人民日报 刊登论文 质疑冲绳 县归属日本正当性 表示不满 称完全是缺乏 见识的见解 冲绳毫无疑问 是日常的意图 9号上午 菅义伟在记者会上透露 日本第8号 将中方提出了抗议 说的那么 真的这个问题 日本的这个媒体的反应 还是比较的激烈的 像独卖新闻 还有产机新闻 等这样一些媒体 在报道的过程中 就强调 像类似这样的一些观点 能够在中国最具权威的 这种官方媒体上面 能够刊登 像这样一个动向 是非常不容忽视的 那么日本国家的老百姓 对于这样的说法 也是不知可否 那么有的老百姓 就认为这个观点 本身是正确的 那么有的老百姓 就认为是中国的 这种中华思想也好 所以说在官方和媒体 和民间 可以说这种看法 是有很大的一个配置的 8号 在中国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对此回应说 琉球和冲绳的历史 是学术界 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 国院再次重申 钓鱼岛及其部署岛屿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从来就不是琉球 或冲绳的一部分 好的就以上的话题 我们来联系一下 北京演播室的嘉宾 新华社高级编辑 吴学兰 吴女士 人民日报刊登长篇 学者文章当中强调说 历史上悬而未决的 琉球问题 也到了可以在意的时候了 在中国以及国际舆论 尝试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那么吴女士 就您的观察 人民日报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 是否真相分析人士 指出的那样 是中国提高掉门 打心理战的策略呢 可以把人民日报的这篇长文 理解为中国外交部署的一环 因为我们很清楚 人民日报 它不是一份普通的报纸 它要发什么样的长文 肯定是有背后的考量 而且眼下在日本 右翼 尤其是他们的首相 安倍晋三 不断抛出一些 要篡改历史 要篡改二战史言论的时候 中国是有必要来发出 这种声音的 我们很清楚 最近一两天 正好是二战结束 胜利68周年的纪念日 那么今天5月9号 在俄罗斯的红场 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阅兵式 这种时候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它向世界展示的 偏偏是一种很负面的东西 是一种 它似乎要重回军国主义的东西 是要把很多国家的 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都要推翻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人民日报发文 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但是并不意味着 现在中国 在人民日报 发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就好像说 中国要把琉球收回来 好像是中国要在琉球方面 采取很多的动作 这个更多的 还是学术方面的一种讨论 因为日本 一直有一种说法 就是钓鱼岛是琉球的一部分 所以是日本的 这次社会院的两位专家 来发表这个长文 其实首先就是要告诉日本 钓鱼岛从来都不是琉球的 那么弹劾 是你日本的那种言论 所以我认为 更关键的 还是学术方面的一种意义 琉球议题 一直以来都是学姐 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琉球议题 它的重点 或者说是关键点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关键点 就是琉球究竟属于哪里 日本说琉球是他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史料记载 琉球并不属于日本 其实最早的时候 琉球是向中国来进贡的 一个番薯国 那么之后日本插手 所以琉球也惧怕日本 也向日本来提供一些贡品 到1879年的时候 日本就把琉球吞并了 其实根据当时中国的 清政府和日本签的 这个马关条约 琉球好像归了日本 但是不要忘记1941年的时候 中国已经向日本宣传 马关条约 从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废除了 那么二战结束之后 有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 就已经说曾经被日本拿去的 包括台湾 以及钓鱼岛附属岛屿 包括澎湖列岛 以及琉球 都是要还给中国的 所以说这一切就应该告诉日本 历史上你拿到琉球 根本不是通过什么和平的手段 而是通过一些殖民的 非常不光彩的手段 是应该把它更正的 而且琉球的这个位置 其实离日本也相当远 有一千公里 所以日本实在没有什么 实实在在的论据说 琉球是它的 那么日本为什么对于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 如此的紧张 日本为什么这么紧张 因为一来日本的右翼 一直有这样一种论调 说中国一定是 首先要拿回钓鱼岛 然后要向台湾下手 最后要把琉球也收回去 因为他们心中是有这样一种预想的 而日本这个民族 他特别喜欢自我验证 他提出来一个也许比较荒唐的想法 他就会通过很多东西来验证它 最后自己非常紧张 第二点也非常关键 琉球我们知道 它最大的一个岛屿叫冲绳 冲绳这个地方 我在去年开一个会的时候 还真的去过 去了之后特别吃惊 因为你感觉冲绳完全就不是日本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很害怕冲绳或者说琉球有一天被中国拿去 那么其实冲绳很多东西真的和中国的福建一带 它的那种民宿非常之像 那边的人呢 其实对于日本政府呢 也是没有什么特别浓厚的感情 包括他们经常看的新闻媒体 也不是我们经常知道的日本的几大报 他们是有自己的琉球新报 所以他们能够得到的一些内容和渠道呢 和东京方面大阪方面都不一样 再一个呀 冲绳当地其实他们的经济发展是比较落后的 有这样一种解释 就是因为日本其实还是挺担心中国有一天要把冲绳给收回去 所以说一直以来对于冲绳就好像是后年养的孩子 没有给很多的钱 也没有给很多的爱 没有给很多的爱呢 还表现在今年4月29号 日本搞了一个主权恢复日 当时其实冲绳人民是非常反对的 但是日本政府执疑要搞 并且安倍晋三呢 那天还高呼一个天皇万岁 使得冲绳人民非常不满 也引发了当地的一些这种游行 所以可见的冲绳和日本官方之间的这种感情 本来就非常淡漠 现在又由于日本当地的一些啊 不那么顾及冲绳人民的行为呢 这种关系是越来越淡了 那么有观点认为啊 琉球问题及冲绳问题呢 不仅牵涉到了中日 还牵扯到了中美 因为它是美国战后一个精心的安排啊 这里有美国在第一岛链上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 那么吴女士一宁研判 美方会在琉球在意这件事情上做何反应呢 我认为眼下美方不会做出任何的动作 包括啊 你看钓鱼岛问题出现之后呢 其实美方一开始态度都是比较 他不出来说什么 后来呢他也经常出现一些模糊的态度 当然也有他国内的一些考量 比如说他要给日本一些支持呢 是因为他在重返亚太过程中呢 非常需要日本 但是琉球的问题呢 如果说他马上就出来指责中国 你不应该这么讲 不应该在党报上发文章 那其实就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要告诉美国要率先改变二战之后的历史 其实我们也知道钓鱼岛 为什么后来行政权在日本 这就是由于美国互相授受的一个结果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 那么在啊 已经有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说 琉球要还给中国 钓鱼岛要还给中国 这样的一个非常 无论是法理啊 历史文献 种种铁证确凿的情况下 如果美国现在就急跳出来 来指责中国 那就说明美国完全忘记了历史 而我刚开始呢 我也在强调 最近一些天正好是纪念二战胜利 68周年的很特殊的日子 其实包括美国在内 很多国家都应该想一想 现在我们应该怎样维护 国际上的一个公平正义 而不是为了本国的一些军事利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想法呢 来啊 拉偏价 那么有学者表示啊 在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焦点的时候呢 琉球在意可以作为一张牌 这张牌肯定能够打碰日本 不过要将取得更大的效果呢 中国还需要一个更全面的通盘考虑 那么吴女士我想问一下您是否认同她这样的观点呢 其实我现在觉得琉球在意呢 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张牌 其实更多的应该还是在学界的一种讨论 我们在这个二战胜利68周年的日子 人民日报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呢 是要提醒一些头脑发热的国家 希望他们能够回想起曾经的历史 中国从来没有说过琉球 是我们的更没有说过 我们要把琉球现在把它拿回来 所以日本方面呢 这样一方面是在对中国进行一个妖魔化 另外一方面呢 他似乎是说 现在中国你看在钓鱼岛问题上这么强硬 而且之后有很多跟进动作 包括琉球都是他们的了 其实这就是对国内的一种煽动 煽动之后日本就要再扩军 以及煽动国内的极端民族情绪的方面 做更多的一些小动作 其实这样对于日本国内也好 对于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好 都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 好的 谢谢吴女士的点评 相关的话题 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台北演播室 来听听台湾嘉宾的分析 时间请出我们的驻台新闻观察员 钱彦涵 彦涵你好 小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彦涵 那么今天我们台北演播室 请到的嘉宾是台湾实践大学教授江明星 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江教授 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 琉球在意的文章 您是否有看过 如果看过的话 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是我非常注意 特别是有关乎中华民族主权的问题 当然非常关注 琉球在意有其意义 确实 我们认为说历史的事件 通常出现的时候 第一次都是悲剧 像琉球之所以从它一个独立的王国 被日本窃战 它已经是1870年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如果日本还宣称它拥有主权的话 马克思说得很好 历史事件的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就是闹剧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能够为历史发生 历史如何 还原真相 所以我想琉球在意它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要跟谁争什么 而是要跟历史争是非 争黑白争答案 还原历史的真相 透过琉球在意 那么有其必要 那么现在就有报道称 其实冲绳的人民和日本政府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是一直不断的 那么在今年的4月29号 日本政府就是不顾冲绳当地人民的感情 他坚持举行了一个主权恢复纪念庆典 这也是遭到了冲绳人民的一个强烈反对 甚至有上万名的冲绳民众来举行了一个大型的抗议集会 来抗议日本政府 来纪念让冲绳人民感到非常耻辱的日子了 那么在您的了解当中 您觉得冲绳人到底他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度是怎么样的呢 原来冲绳人是一个自己有自己土地自己主权的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王国被日本人窃战之后 他变成没有主权了 他被皇民化了 被殖民化了 甚至在整个资源分配当中 他现在只是日本人提供了其他国家作为亚太布局战争一个基地而已 那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本土的根在哪里 没有 所以其实日本人做所谓的主权恢复纪念庆典刚好适得其反 你不做 也许大家那个记忆不会被唤起那么严重 所以难怪你看在当天会有万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我还是认为了 日本如果过去从70年代80年代一直都很强到现在 也许冲绳人在为了经济有做某种程度的妥协 或许那个反抗不会那么大 但如果日本经济又不好 那同时对于冲绳的基本的文化 或者它的文化理俗又没有充分的保存 只是想要用强压的方式要求冲绳人就范 我认为最后呢会偷击不早18米 那现在就有分析人士认为说如果日本继续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面持续挑衅的话呢 那么中国完全可以用琉球在意这张牌打痛日本 那在您看来中国是否能用琉球在意这张牌打痛日本呢 不论日本怎么样去做声明 琉球在意其实我觉得都有点晚了 应该早就要提出来了 坦白说 那么日本现在一直说是这个钓鱼岛系列的岛链 包括琉球在内都是一贯的 都是属于日本的 其实这有当中相当多的方面在里面 为什么呢 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台湾朋友过去也曾经被日本人殖民 那为什么现在日本的这个控制权跟管理权 甚至它所谓的行政权都不给予台湾跟澎湖 为什么 很简单啦 就是透过二战之后的许多国际公约 你日本是个侵略国 是个战败国 你过去所做的侵占卸战土地的事情 通通要归还 还给历史一个公道 我认为说现在看起来 如果日本持续对于钓鱼岛主权 仍然用透过这种蛮横无理的方式 或者是说在国际的场域当中去做发声 甚至我看到现在许多的这个传播媒体 日本人透过这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这个如果钓鱼岛主权不归还的话 将来中国很可能先取钓鱼岛 然后再取琉球 会造成整个东南亚很大的一个严重的军事紧张关系 其实这些都是我言耸听的 所以我倒觉得说刘子在意确实是一场好牌 虽然有一点点慢 但是只怕慢 但是我们不怕慢只怕战 所以我觉得说刘子在意觉得是一场好牌 他同时提供一个历史整体的一个观点 我们都知道历史看大不看小 看前瞻前也要顾后 那么回顾过去可以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 那历史总是不能抽刀断水 所以我觉得刘子在意 让所有现代人有关钓鱼岛主权的问题 或者琉球主权的问题 回归到历史的世界1879年 从那个时代到现在看起来 它有整个的脉络可循 那这样对于究竟钓鱼岛的争论主权归属问题 我想会有个更明确的曙光跟答案 能够让更多关注亚洲和平安全局势的有势知识 提供了更好的参佐的证据 好 非常谢谢教授的点评 我们先把时间换给福州 小丽 好的 谢谢台北演博士带来观察和点评 下面我们进入迷奶粉下节提示环节 台湾平东渔船 一遭菲律宾军邦射击 一名台湾船员身亡 美国国防部公布2013年度中国军力报告 蓄意夸张两岸军力差距 岛内明代嘲讽为伪善 美方思绪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如何解读台湾岛内对这份报告的种种反应 台湾时事评论员将明清为您深入分析 公布新闻我们一会儿来看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战线 台湾竞争理论坛 今天上午在台北发布第二季台湾民众认同调查 结果显示 有六成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此外有45%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签署和平协议 相关学者呼吁两岸学界应该就此展开研究沟通 那马上进入现在台湾环节来看 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挥的报道 此次民调结果显示 有89%的台湾民众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为58% 台湾竞争理论坛理事长彭景彭表示 第二季调查结果与之前的调查结果比较一致 台湾民众对于是不是中国人 他的一个认同程度 没有什么 从统计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说60% 大约了 大约60%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而这其中呢 又大约是三分之二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 据介绍 这次调查还特别加入了有关两岸和平协议的内容 调查表示 对于两岸签署和平协议 有45%的台湾民众表示支持 台湾的人民对中国人认同 以前是被用分类式的问法给蒙蔽了 没有彰显出来 而我们这次用融合式的问法 把台湾的内部深次的认同一一展现出来 这才是真实的状况 民进党应该积极的面对它 不应该再逃避它 然后每一次都要逢中逢 台湾竞争议论坛执行长 先明辉也表示 尽管两岸分隔60年 但是从这份调查可以看出 台湾民众的中国心依然是刻骨铭心的 台湾竞争议论坛是2007年8月 由60位的台湾学者组成的一个制度与政策的研究智库 这次的民调呢 就是该议坛委托专业的民调公司执行 可以说是相当客观的反映出了 当前台湾民众的真实心态 我谢谢欣灵 现在台湾 日前美国国防部公布 2013年度中国军力报告 在渲染大陆军事实力的同时 不忘挑拨两岸 不仅否定台湾推动的募兵制 还批评台湾防务太弱 由党的明代则嘲讽美方此举为伪善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 2013年度中国大陆军力报告 报告称 解放军的军事能力越来越成熟 大陆对台的军事封锁能力 在未来5到10年将显著改进 而台湾为了推动募兵制 不但透过兵力裁减腾出资源 还把对外军购和自制项目的费用 挪用到募兵预算上 但省下的经费却仍不足 因应募兵高额成本 在募兵不理想的情况下 目前台湾兵力实际只有23.5万人 远低于编制的27.5万人 虽然台军方强调 让军队朝小而精小而强小而巧转型 但在美国眼里 台湾军队恐会因为强推募兵制 逐步变成又小又穷又弱的部队 提醒台湾重新思考募兵制的可行性 另外五角大楼还称 台湾的军事支出费用 降到约占台湾经济生产总值的2% 比于马英九所承诺的3% 而大陆的军事支出约是台湾的10倍 有台湾媒体评论指出 美国的这份报告蓄意夸张两岸军事差距 台湾旺报的社评也认为 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安全格局 已出现肖长变化 和平已是主流 台湾必须调整政策 共同营造两岸和平发展的正能量 相关的话题 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台北辩博士 叶涵 好的小丽 那么相关的问题 我们来继续请教江明星教授 江教授 现在这个美国国防部 公布了2013年度 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 那么在您看来 这一份报告的可信度怎么样呢 我认为这份报告的可信度 用八个字形容 以偏概全误导视听 数字看起来是对的 但是它没有放在一个整体 公平公运公开的比较当中 例如什么呢 他提到说 现在台湾的军事支出 那么低到整个台湾GDP的2%以下 那么低于过去台湾所承诺的3% 可是大陆军事支出是台湾的10倍 美国这份报告看起来 数字是对的 看起来 哇 这个大陆军事支出是台湾的10倍 可是还忘记了 大陆的人口土地资本 这些叫比例原则 何况现在两岸之间 不像过去有诸多的误解 现在大害大和了 所以坦白讲 台湾有关军事支出方面 可以大幅的下降 这倒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份军事报告当中 他也用了数据以偏概全 用一小部分去做放大 那么容易造成误导视听的现象 我觉得美国很像 很像通过这份报告 很想怎么样呢 很想创造出他自己的商机 这个危机当中危机入市 希望能够给自己获得好处 所以他很像药商一样 先释放病毒 然后自己来卖给你解药 那么这份报告当中 也是指责台军军费的编列不足 那么同时也否定了 马英九当局的一个募兵制 那么在您看来 您认为这样的指责是否合理呢 美国有什么权利 针对两岸的事务 特别是内部事务 做指指点点呢 我觉得他其实没有资格 也没有权利 究竟台湾的募兵制 是不是有其缺陷 这是台湾内部的事情 我们自觉做处理 那两岸之间 是不是因为大海大和 这样的募兵制 也可以做规模的缩小 那当然台湾相关的部门 也会做评估 所以不需要美国的职责 所以我认为美国这样的职责呢 很明显是越独太刨 不太需要 也跟他的身份不合 毕竟 毕竟你在太平洋那一端 我们在太平洋这一端 我们隔海相望也就可以了 这个与其相如一墨 不如相望于江湖 那我们注意到美国国防部的 这一份军力报告当中 多次强调说这个解放军的 攻台军事能力越来越成熟 但是台湾过去的一个优势 是逐步被侵蚀了 那您认为美方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美方此举在制造危机 从中获利 特别是自我哄台 然后提台高身价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就好像一对恋人谈恋爱 那中间介绍人突然间跑进来 说他对方有很多人追求 或者是对方对你讲很多坏话 他要做什么呢 就试图把这个没人婆的角色在同台 提高他的价码 但问题是现在通讯那么发达 就像两岸之间直接可以沟通 不需要透过美方或者其他方面 两岸的沟通管道自然透明而多元 物需要旁人多做指指点点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美方现在一直要强调危机意识 其实当然不是说给道庭 当然说给台湾庭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台湾在过去四五十年来 每一年编累大量的预算 向美方购买军事武器 而这种武器 似乎现在看起来 几乎都是破铜烂铁居多 我不是说他们武器左插 而是通常签的约之后 从过去历史来看都要隔十年二十年 现在的武器日新月异 今年定到2022年才来 这些武器有什么用 十年才到 十年磨一键 等你键磨好了 问题都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美方这样的做法 还是企图从容模拟 我认为如果在整个世界大局来看的话 你应该是说 好 你所做的评估报道里面显示 两方台海双方的军事力量越来越悬殊 那怎么办呢 赶快透过两岸的经贸合作 文章合作 那个所谓的非盈利组织 或者有更多合作的关系 加紧两岸的科技 更加的水乳交融 那美国从当中去撮合两边的关系 这才是正道 美方舍正道而不由 而要不断的挑拨两边的关系 其实就是为了卖武器 或者制造自己更重要 有些媒体或者更多的人 其实他们看到是 美国在整个国际政治舞台当中的示威 跟担心 过去曾经自语 自己称赞自己整个世界的警察 有能力去管东管西 那么就是不管自己的站在美国 那现在他突然发现出 他的影响力大幅的示威 所以就觉得看到他 就想起自古美人如名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而我们看到是一个满头白头发的美国 其实令人还是不声唏嘘的 好 非常谢谢教授的点评 希望我们先把时间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 谢谢台北演博士 带来的观察和点评 我们来看下一条 据团媒体报道 台湾一艘渔船 今天在俄兰比海域疑似遭到菲律宾军舰扫射 65岁的船员红石城 中枪死亡 东港区渔会总干事林汉筹表示 今天上午10点 平东琉球渔船广大型28号的船员家属 打电话通报 至渔船遭到菲律宾军方 以机关枪扫射 船员红石城中枪中伤 随后身亡 出事的地点在俄兰比东南东 170海里处 是台湾与菲律宾的重叠海域 好的下面我们进入米奶粉 下节提示环节 马英九接受岛内媒体专访 表示台湾跟大陆不是国与国关系 无外交问题 东东新闻我们一起来看 近日 韩信集团发布了全球操作速度最快的智能电视 微塔TV 这款智能电视实现了应用极简 切换极快的全新体验 它采用无主页设计 开机可以直接看电视 其智能遥控器上的四个功能按键 分别对应相应功能 简便快捷 这款产品还可以实现瀑布式急速换台 和多个任务同步处理 整个操控像平板电脑一样 流畅智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战线 8号 马英九接受岛内广播节目专访 对于卸任后是否访问大陆 马英九表示 卸任后再说 马英九还表示 台湾与大陆不是国与国 所以没有外交问题 据团媒体报道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任召集人的所谓中国事务委员会 首次会议今天召开 日前公布的委员名单 包括了蔡英文 游希坤 陈菊 赖清德等人 谢长廷在最后答应加入 可以说是把民进党内各方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全都纳入了 民进党两岸政策将何去何从 让今天的第一次会议 备受关注 最后一刻才同意加入民进党 所谓中国事务委员会的谢长廷 参加第一次会议 却来得很早 而他表示 自己要在会议上做诗一首 我有写一首诗 如果等一下方便 有给大家看 我就给你们看 这样子 现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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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随所写的 吃到口边又戛仁而止 民进党所谓中国事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蔡英文 谢长廷 游希坤 陈菊 赖清德 柯建明 吴乃仁和邱毅仁等 九位成员都出席参加 民进党主席苏军昌率先发言 特别强调了发展两岸关系的意义 要如何打开两岸互动的新局 并为区域的稳定和和平做出贡献 这不是一个人的事 一个党的事 而是要整个台湾 必须正面影响的严肃课题 呼吁共同发展两岸新局 苏震昌表示 要透过所谓中国事务委员会 建立讨论沟通的平台 不但要扩大党内的参与 还会邀请绿营的县市长和民代 谢长廷对此也表示赞同 参加首次会议 蔡英文却有事早退 在会后记者会上 委员会发言人郑文灿表示 第一次会议并没有就具体议程进行讨论 但与会委员都希望能够尽速安排一程 所谓中国事务委员会的会议 也初步定为两个月一次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好的 今天的海洋性感线 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和我们的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都可以等到我们新浪微博 我是小丽 祝你们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的